- 如何处理报废的战斗机发动机?各国旗招进出,相信大家都看过火箭的升空吧? - 火箭的发射实际上是依靠耐力节节,有着巨大推力的助推器,点燃这些助推器时,发动机发出的隆隆巨小和燃料燃烧发出的烟烟火焰,整人心魄,其实,战斗机坐升空准备的时候也是这样,启动的发动机坐着高速旋转运动,除了雨空气膜它产生刺耳的噪音之外,还会出现温度极高的尾焰。 - 因此,发动机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,损耗也是非常大的,一定时间后就会被报废处理,据不完全统计,世界上当前报废的航空发动机的数量有数万台。 - 那么问题来了,各个国家都是怎么处理这些发动机的呢? - 废弃的航空发动机,我们先来看看美国,美国目前列装空军的战机,就有上万架,每年报废的发动机也不在少数。 - 由于美国战斗机发动机的性能极为先进,为了防止独有的黑科技泄露,美国有着自己的发动机处理方案,对于那些耸耗较小,使用强度不高的发动机。 - 通常会将其传动部件中需要润滑的部分与动力部件相隔离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游风,来避免润滑游的渗路,在需要的时候经过简单的处理,仍然能够作为替代品使用。 - 而那些品相不好的发动机,则难道被拆解的命运,最终当作废铁处理,有着黑科技的美国航空发动机。 - 美国在发动机处理方面的采带器粗不适其他国家,能够相比的,其实报废的战斗机发动机,并不是彻彻底底的不能够使用了,只不过承担不了战斗机的使用强度了。 - 也就是说发动机仍然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,战斗民俗俄罗斯在这方面可是格外的内行。 - 大家都知道,俄罗斯大多数地区,属于哈达和亚韩带大陆性气候,夏季短促凉爽,而冬季漫长严寒,如何处理路面上厚厚的积雪是个大问题。 - 俄罗斯人将米格15战斗机的航空发动机安装戴卡车前部,这样的扫雪车虽然极为耗油,但是清雪能力也是杠杠的,除了清扫路面上的积雪,俄罗斯人还用这种喷气式扫雪车给铁路,飞机甚至甲板面积较大的库子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清除积雪。 - 屡是不爽,正在清扫飞机积雪的俄罗斯扫雪车,由于俄系的航空发动机的寿命普遍较短,所以战斗民族的人民让这些报废的发动机得到了充分的利用。 - 除了扫雪之外,俄罗斯人还将其用来灭火,大风号灭火坦克以苏联T-34坦克底盘为基础,加装了米格21战机的窝喷发动机,工作时可以喷出高速气流,同时驱动强力水泵,有效地控制火情。 -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结束时,科威特被点燃的击白扣油镜,就是被大风号所扑灭的。 - 另外,如果爆发核渣或者是化学战,由喷漆发动机和皮卡组成的洗销车可以最高效率的,对受污染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洗销。 - 可谓是读书一致,前苏联,由卡车改装而来的洗销车勤俭捷结缘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中国自然也不会将这些报废的航空发动机直接散毁。 -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将一台喷气发动机安装在坦克地盘上,研制出一种名为窝喷吹雪车的开路神器。 - 喷气发动机产生的高温和高速微气流对地面积雪自行远距离,高强度的吹散,功率强劲,越野能力极强,实用性极强。 - 窝喷吹雪车英国也开始了循环利用报废航空发动机的研究。 - 据了解,英国打算将喷气发动机放置在发电厂的大烟囱附近,起到虚拟烟囱的作用,利用起秒速高达400的气流将发电厂的排放物吹到逆温层之上。 - 所谓的逆温层,指的是一种典型的气象现象,就是一层温度较高的空气,布盖在温度较低的空气上面。 - 从而将雾霾困得当中,美国霾胜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师兼大器学家摩西阿拉摩洛预测道,这个虚拟烟囱,可能会为去散世界雾霾,提供一种成功的新技术应用。 - 除埋装备,CG图空气污染程度高居世界第一的德里,自然成为了此次实验最为理想的候选地。 - 一旦成功,就可以在任何时间,任何地点控制污染。 - 这样一来,不仅即将超过中国,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动力没进口国的印度的雾霾有得救了。 - 这对全世界的环境保护都大有。